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在走之前 我們先稍微來演講插句 主要是剛講到 資料視覺化的部分 我們怎麼樣在Squatch裡面 做一些資料視覺化 我們稍微介紹一下 這個的簡報在哪裡 我們先請蔡老師跟我們說明一下 就是各位老師在你的名端資料上面 有一個叫ChartJS的資料夾 在範例程式的地方 那裡面呢有一份簡報 好 那我請蔡老師開一下 對對對 那各位老師我們先開一下 接下來我們要請老師直接幫我們寫程式 所以就故意請蔡老師開簡報 那這簡報裡面只有一頁喔 最重要的就是這個 所謂的視尚表連結 好 那我們等各位老師一下 然後我們也請蔡老師 幫我們把這個連結開到網絡上 幫老師稍微看一下 我們的資料大概有什麼 好 那各位老師可能帶學生做一些 所謂的專案 那有些專案可能會要做一些資料 人們細語處理 那這個視尚表呢 就是各位老師在教這個 Excel的時候 或是教師上表就會提到 我們就可能就是 針對這個分數啊 學生的成績啊 做一些呈現 好 那這個感覺是某位學生啊 在某個學籍 什麼之類的 好 大概就產生像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整理的一個表格 好 那這次我們可能需要 在這裡做一些分析跟處理 好 那怎麼樣在 Spitch裡面做必用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回到這裡 好 那這裡等一下我們會應用到一個 擴充功能 叫做 chart.js 那這部分也是 蔡老師來協助做開發 好 那他就是套用chart.js的一個 套件 來做一個開發 好 那我們這邊稍微等一下 這個還蠻前面的 這個擴充功能蠻前面的 這個擴充功能蠻前面的 好 那我們就請大家 蔡老師把圖表給聯絡 好 那這個因為後續 有一些老師 有 有交代 他會來圖表 有一些比較複雜的部分 好 那這是第一個 我們會用到 第二個因為我們要連接 Google的試算表 所以也請各位老師 拿Google試算表的部分 幫我們抓起來 好 那我們在這邊這邊等大家 所以現在我們目前有兩個擴展 一個擴展是chart.js的部分 另外一個擴展是Google試算表的部分 好 那各位老師 因為我們現在要讀取資料 所以請各位老師幫我用第一個 然後這邊有一個叫 讀取的Google資料幫我打下 好 那我們先測一下 看能不能讀得進來 好 那這邊的話 各位老師幫我們把這個連結 換一下 好 然後我們稍微點擊一下 看看 資料有寄得進來 好 好 好 那我們在這邊等大家 好 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就讀到了一些資料 好 那這個資料我們希望是用這個chart 就是用圖表的方式來做呈現 好 所以我們往chart.js的擴展的功能基目去找一下 好 那是在這邊 好 那我們就點到這裡了 那個資料表 嗯 無法公用 無法 欸 老師您不用共用 因為他這個本來我們就有開共用給老師了 所以老師應該可以直接到OSEP的 對 所以老師只要貼在一個方式 對 就是在 欸 對 對 老師 你 對 然後老師您把那個貼在你的基目裡面 就是你剛剛這個基目裡面 對 然後你按一下 然後幫我打一下 對 老師先幫我打一下 然後等下讀進來 好 OK 好 老師讀進來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來試一下 那 各位老師 我們現在有一幾個 第一個請老師幫我抓第一個 讀表標題 好 那第二個是做標籌標題 這個跟你的資料是沒有用的 就有一點關係啦 就是你可能要列入這個是小名的什麼 然後X軸代表的是什麼標籌標籌 但是我們現在不知道資料長的什麼樣子 所以我們就先幫著 然後接下來的話 我們選取這個 讀取資料 顯示什麼圖 好啦我們這邊先等 各位老師 第一個 第二個 跟第四個 OK 好 那資料已經被讀進來了 所以我們就把讀取的Google資料塞到這裡 好 那我們先等一下老師 好 那現在它綠色是折線圖 它還有其他圖 沒關係 我們等一下再玩 好 那各位老師幫我點擊一下 好 各位老師就可以看到這張圖 這張圖 好 最明顯的它是上次有這個圖表的錯標 等一下我們可以換 然後另外它有一個X軸 好 X軸代表是學期吧 Y軸應該是乘期吧 好 類似 好 那我們回頭再修一下我們的程式 好 所以我們的圖表標題老師可以換一下 好 然後錯標 X軸代表是學期吧 X軸代表是分數 X軸代表是軸代表 X軸代表是軸代表 那這個都可以改 好 這個都可以改 好 那再跑一次 好 那各位老師也可以看到 好 它就這樣 好 好 來 那這張圖喔 那蔡老師有特別把它放大 他一直很想講些什麼 好 你可以看到有四條線的 有國文、數學、英文字 可是有的時候你不想顯示國文 那你就點一下 好 不想顯示數學 你都全部放掉沒關係 好 那現在我們來看看國文成績囉 好 好 接下來來看看數學成績囉 好 看一下數學跟國文有什麼關係 對不對 好 類似的好像這樣 好 那最好是我故意把它 那個滑鼠移到某些點上面 那也可以知道它的 根據分數 對 好 那各位老師這個就是 如果各位老師未來就是 你可能會用到公共試算表 然後你可能這些成績可以透過這樣來顯示 它的一些關係就可以用到 好 那除了折線圖之外 還有別的圖 可以 老師也可以參考運用 好 那直接的話 你也可以用長條圖 好 那老師也去試看看 好 那這個是一個長條圖的樣子 好 那其他的東西 好 那老師基本上就可以用蔡老師目前分享的那一個試段表去複製然後去改 好 可以去改 如果你有些資料是像這樣展現的話 好 那這邊的話就算是一個小插曲 各位老師說說明就是資料的視覺化的部分 好 那就謝謝蔡老師 蔡老師現在已經玩到不想一直開玩 好 等他玩 好 所以這就這麼簡單 所以各位老師您這個程式也可以留著存著 那未來可以 就是 把客戶補充點 點一下 他資料會不見 那是在哪邊寫的 好 那蔡老師你可以再寫一次一次嗎 就是我們來的摺線圖 那個 好那再點一下 資料 把那個客戶點掉 那就會不見 那是怎麼寫的 就是他Track有一個功能 就是他可以屏藏 屏藏摺線圖 的項目 他可以把它屏藏掉 然後之後再點一次他就回來 對 所以這是什麼 Track的 Track的還是庫 他那個Track點這件事就有這樣的功能 他已經寫現成了 我們只是把數據看怎麼跟他討起來 對 謝謝 他做好的圖表 他可以存成圖片 就是 另存成圖片檔也可以 對 那蔡老師是不是做完吧 你把它存成圖片之後 然後把它再打開來 那他的格式都是PMG圖 所以老師倒是 PMG 所以後面有背景之類的 對 所以這也不錯 就是各位老師問您的課程 都需要類似做像頭肌圖表 那反正學生都會在Google市場 想做一些運用 當然你本身也可以用Google市場 想做這樣的事 這也是OK的 好 謝謝老師的提問還有蔡老師的詳解喔 好 那我們就再往下 好 各位老師 我們接下來都也是很遙遠的 我們今天要拼完 好 接下來喔 就是我們會開始用到的資料 跟剛剛開始是自學小幫手 是你自己的資料 然後你用LAS是政府的開放資料 但是人家都已經把你寫好所有的間接了 你只要輸入你要的點跟你的所謂的設備編號就可以用了 好 那接下來開始就有點比較辛苦了 好 那我先講一下就是 其實政府這邊提供非常多的所謂的開放資料 那我請蔡老師幫我們點擊一下這個網址喔 好 那 那各縣市都有自己的開放資料 花蓮也有 宜蘭也有 就是各縣市都會有開放資料 但是他們可能都會透過會整到這個所謂的政府資料開放平台 那各位 各位老師有空一點點來做查詢喔 譬如說假設我們要查詢像什麼宜蘭停車場 或者是說新竹市府級 或是你拿腿漆 像這樣子都可以 都可以做一些查 你查腿漆這個就有點難 好 好 像這樣子 他就什麼叫那種腿漆蘭表 那像這樣的資料大概講的會像什麼樣子 就是他大概會跟你講 他有提供什麼樣的資料 合適可以讓我們去來做解釋 那另外他會告訴你他有哪些主要的欄位可以做應用 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還蠻適合就是你可能是帶比較專題製作 或者是說你可以去結合一些科目的領域的老師 因為他可能需要對某些資料做一些解讀運用 或是呈現的部分 好 那我們到這邊 那老師稍微看一下 好 那我們基本上 那就是說現在目前有提供一個叫Jayson的資料借給 好 Jayson的資料借給 好 好 那我們就從這邊開始 那我們回到我們的簡報 好 很好 請坐下 好 那就往下 好 那這裡的話 蔡老師有提供很多的政府資料開放平台 因為好像數位部後來又有自己做自己的 那早期的 然後數位部 觸發部 觸發部那個桌子 好 那這邊有不同的開放資料平台 好 那各位老師也跟各位老師老師講 Jayson的借接不是每次都很順利 即便他跟你講那個網子 那你黏進去之後 不一定可以用 好 有的時候是他盪掉了 他沒有維護 或是他的東西發現一些問題 所以那邊看到蔡老師列一堆問題 所以你有時候 如果他找某一個資料 然後他明明跟你講可以 然後但是又不行 好 那你也可以聯絡蔡老師 蔡老師隨時在這邊會提供服務 他可以幫你去找 因為有時候在這邊他沒有在維護 所以那個網子可能是死掉的 好 那這邊我們就不讓老師去測試 因為之前也有讓老師去做測試 他發現真的不行 那不行 他就想說這不是政府 這就不能錄 不假 不假 好 那所以說 接下來我們就開始來做一下練習了 好 謝謝 好 那各位老師 這裡的話可能需要你到這一份簡報 跟我們一起來看一下這一個 因為我們會需要一個JASON的聯繫 好 那我們是錦蔡老師 那這應該是簡報的102頁 好 那這邊的話有一個網址 好 事實上是我們也有副程式給大家 但是我們想讓各位老師就先用野生的方式 先來跟資料對話 好啦 這個是宜蘭停車場的資料 那這個部分的話提供的單位是宜蘭縣政府 那這邊的話提供不同的資料借接的方式 它其中有一個叫JASON 好 那各位老師就請你幫我點擊一下這邊 這邊就是宜蘭縣停車場資料 連能格賽老師這裡 連結 好 好 那我們在這邊等各位老師 再做一次 就是請老師幫我們開這個網址 這個網址在簡報的102頁 好 這裡我們等大家 讓大家慢慢來彎一下 好 開完之後可以看到它這邊的話 有一個就是各種不同的資料格式 那這邊的話就請蔡老師幫我們點擊一下 好 點擊之後裡面可以看到它有提供一個 借接的網址 好 那這個借接的網址 我們稍微看一下它的 它這邊有列的 名稱嗎 好 那沒有列嘛 那其實我請蔡老師幫我們把這個資料 開來看看 好 所以蔡老師幫我們點擊一下 老師你可以不用點 好 那各位老師 它這個叫做Jason的資料 那它這裡的話就是一筆一筆的 譬如說有偏號 公司有名稱 這個大車應該是指那種遊覽車 小車是我們一般的私駕車 然後機車 地址 對於駕駛 你們有講 好 大家找來看看 一筆一筆的資料 好 那我們現在先試了一件事情 我們先跟他對話 看他喜不喜歡我們 好 來 那我們就開始囉 那各位老師一樣 幫我們開一下OSEP 幫我們開一下OSEP 好 那我們就重新 請大家幫我們refresh一下 重新展錄 好 幫你等大家 還就不用停存 好 等大家 好 開放資料最難的就是接接 你讓他一切不到就是一拍兩正眼 你就來就是 然後都沒折了 好 那我們也常遇到就是前幾天可以 突然又不行了 蔡老師常遇到這個狀況 就是 對對對 他每次都是大驚喜 就是明天要延食了 他今天晚上就先測 測好了 隔天一大早跟我講說 老師 我說不要叫我 太可怕了 好 來各位老師我們先往下 好 現在我們來找一下接接的部分 好 各位老師叫我們往下一點 好 這裡我們就會用到今天的JASON 好 我們這邊稍微停一下等各位老師 JASON JASON 好 JASON 好 那各位老師點擊之後 我們就來 好 好 那我在這邊的各位老師 好 那各位老師因為之前就是我們經過了Google市上聊的圖讀喔 所以現在應該都沒有問題了 請你幫我拉第一個進來 然後稍微往下一點點 往下一點點 有個地方資料打勾 這邊往下一點點 好 讀取的JASON資料這邊幫我打勾 好 我們先把它弄到一個形式 就是第一個我們有一個連結的資料 資料的 連結的資料的幾乎 另外在這邊 我們有一個就是他在跟你講 他資料有很大的 就是這裡請麻煩打勾一下 好 就等各位老師 好 各位老師 這比較見證奇蹟的時刻 這個真的真的抓的時刻 好 那各位老師回到剛剛的那個 我們把這個JASON的網址摳一下 就是剛剛的這個宜蘭米車長的 所以各位老師可以看一下那個網址 這個網址幫我們摳一下 好 如果你的肉吃了進來 你大概就沒問題了 其他就真的很簡單 吃不進來就 就 請問你們把準備讓來弄 好 來吧 好 他自己的資料就可以了 好 JASON的資料通常都是非常大的 譬如說政府的開放資料通常還蠻大的 好 那我們就請教老師幫我們點一下 希望各位老師現在的列导真的OK 好 然後他抓起來還蠻快的 要感受的資料還夠大 等一下我們要看更大的資料 對 這個資料 可以問一下這個資料多少筆嗎 可以 來各位老師看一下 這邊 在容器 這邊有一個叫JASON資料的資料 這其實跟剛剛的Google都一樣 然後把讀取的JASON資料 甚至我自己純粹點擊一下 看他這個有多 好 93筆好像還好還好 OK 好 那這個就不需要了吧 這邊其實剛剛我們 的Google是斷的 進步這邊都沒有用 好 OK 好 來 那接下來的話 各位老師我們要稍微來 這個是最難的 其他都不難的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考各位老師了 假設我們現在要刷的是 這個資料的第一筆 好 那各位老師這邊來這裡 然後把讀取的JASON資料 拿到讀取 好 那我們讓這個 這個講設做縮書的動作 在外觀的地方 好 大概這樣 好 那稍微 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畫面的照片 就要讓我示範看 好 就是 就是 讀取 JASON資料的第一筆 好 那 那 蔡老師我們執行一下這一句 這一句嗎 好 所以所謂的第一筆就是 像這樣叫 好 老師這樣可以嗎 好 那如果這一筆資料 我選要知道 某個特定欄位的詞 好 那如果這一筆資料 譬如說 它有一個叫 名稱 這個欄位的詞 譬如說這一筆資料叫 第一筆 我要知道某一個的 那我應該要怎麼抓呢 好 好 那這邊的話 各位老師我們就稍微 往下拉一點點 看看還有其他 基本的習慣 好 等一下 我們讓老師先看一下 我們抓哪個基本 各位老師 剛剛我們是抓 JASON資料第一筆 對 現在我們要抓的是 這一個 好 來 各位老師這個有點複雜 好 第一個 讀取的JASON資料 會是一螺框93筆 對不對 好 但是 各位老師這個 就只會有第一筆 好 我要第一筆的 某個欄位 所以請各位老師 先幫我把第一筆拉進來 整 整串拉進來 好 所以這裡的話 它的資料來源 就只有一筆 好 好 這樣可以 就是那個第一筆 好 接下來我想要知道這一筆 對應的某個參數 那我這裡的話 就是 我看到有的欄位叫做名稱 所以我要知道名稱 所以我要知道名稱的 對應的齊 好 來 這裡 這裡 因為這裡就是積木又積木 可能各位老師如果 就在學校上的話 可能就是 很多小朋友可能會很困窯 好 那所以其實比較好的方式 是設變數去結他 或我們不準 會比較好 所以我們這邊全部 我要記在一塊 好 那等一下也可以講一下 可能比較好的方式 怎麼處理 好 那各位老師OK之後 我們一樣也可以讓他說出 好 那我們也讓他來執行一下 好 那之前他是整個 有愛停車場的時候有人 他現在執行的話 他就只會講這一個的名稱 那老師你可以玩玩看 例如說你現在不要這一個 那你可能要別的欄位 也OK喔 也OK 那可能 可是你的名稱要對 你記得 好 這邊有 他也有 平日 費力 好 來 來 請問 費力 好 過老師這樣OK嗎 可以 好 那 過老師如果這樣的話 其實是差不多 就是我們基本上都是針對資料 某一筆需要知道什麼 大概就是用這幾個稱勢 好到這邊可以嗎 可以了 好那接下來大家都這麼厲害 我們就直接寫到完好了 好今天我們來講一個scenario 就是說今天我們要把宜蘭所有的停車場 所有的停車場 都顯示在google maps 上面 例如說延蘭不是然後93比 然後就顯示在google maps上 那我們就試著來做這次正式 好首先第一步我們在系統拆解 第一個就是要先領接這個json的資料簿 所以我們把一些圖料我們稍微清一下 這邊不要清掉 然後我們這邊幫我們加一個事件的 老師您先不用打 您先看就好 因為這個我們其實是有圖方範圍的 這只是我當場要書籍給蔡老師做 他沒有做出來我就掰了 下次我就很難過 好第一個首先我們現在要讀取 對 好讀取完之後 各位老師我們先看一下 剛剛的這個資料結構 我們可以直接貼過來 看看有一個資料結構 好他長得像這個樣子 好那我們如果要在google地圖上顯示 我們可能會需要像經緯度的資訊 哎他剛好也有 好那我們有名稱有經緯度 應該就可以標示上去 好老師您先停一下就停在這沒關係 大概知道我要幹嘛 好那我現在發給我還有另外一個挑戰 就是google maps我還沒有克服他 我知道經緯度我怎麼顯示在google maps上面 好各位老師所以我原諒我再開一個OSBP 老師您先用看就好 我們考驗蔡老師 不用關不關你這也不要重載 然後再開一個OSBP 好在這裡等一下我們會用到一個google maps的過充功能 好我們先連擊一下好來各位老師我們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google maps 好這個google maps是一個很麻煩的一個擴充功能 這也是蔡老師弄的 結果越弄越複雜 他本來只有幾行 結果有些老師都說要加什麼加什麼 好那等一下各位老師就可以稍微稍微感覺一下 好那其實你可以拉第一個積木出來 你可以跟他講你要哪一個地點 然後你跟他講你要的積穩度 然後再拉一個積木叫顯示在google地圖上 就這樣就可以了 好那這裡是不是我們請各位老師幫我們試一下 老師您剛在Jason的程式也沒關係 您只要在擴充功能把google maps的加進來 好然後我們直接先點他的積木測一下 好加一下好然後拉第一個 跟這個顯示在google地圖上 然後高老師可以稍微點一下就點這一串 然後就看到了就這樣 好那有人就開始很生氣了 他說為什麼要顯示你們佛光大學 對不對那為什麼不顯示我們學校 好來讓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學校在哪裡 好那各位老師就是經緯度的部分 可能在你們的像自然領域的教學 會介紹到經緯度像這樣的資訊 那很多老師大概會從google maps來介紹 那請請邱老師給我們的地點好 譬如說花蓮的什麼地方給我們 我們來搜尋一下 火車站 好花蓮火車站 就是等一下我們要去的地方 好花蓮火車站 好那這裡等著請邱老師 好那各位老師大家就知道 我們在使用像google maps 像這樣的一個功能的時候 他其實會幫你做地點的標準 同時他還會點我們一些其他的資訊 其實我們拿著不點 我們請在老師幫你點一下花蓮火車站 欸我們是要知道你是要按右鍵的 欸對對對 好他很故意 我們就要按右鍵 好來再停一下 我們再跟老師講一下 好看老師你看到這個坐標 請你幫我按右鍵 好停在這 這邊就有經緯度的指示 好所以這裡的話就可以抓到經緯度 好那這個經緯度等一下我們就把花蓮火車站顯示 所以在老師這邊就是再按一下 他就會複製 好老師您試一下 他不用什麼按右鍵的 他只要按一下 他就會複製在您的剪貼庫上 好老師幫我試一下 欸Google maps是非常好的 欸我上次沒講這個故事嗎 這個之前聚秋有一個叫小黑老師的 一個心肥奇人 然後他做了一個專案 叫做什麼狗屎壁圖 意思就是他覺得環境 就是有一點汙染 然後到處都有那個狗狗的糞便 所以他其實就叫做人去做踏查 那踏查之後我們就可以把這些資料 把它登錄下來 大概就可以發現一些痕跡 譬如說哪邊可能狗狗是比較喜歡聚集 在那邊怎麼樣的 那或許未來我們可以做一些方式 讓我們的環境更好之類的 好那其實在這邊的話 他其實可以讓小朋友帶著平板出去 那平板上面就可以抓你的GIS GIS就會有這個地理資訊 好來那我們開始囉 那個蔡老師我們可以先一個就好了好不好 好來那各位老師這是我們剛剛的對不對 然後蔡老師就是他先把他剛抓到的火車站的部分 把他放起來 好那各位老師你可以在標記名聲這邊可以趕 好你要叫什麼就叫什麼 譬如說你叫他地點1 好要叫他花蓮火車站 或是我們的什麼秘密基地 好也都可以 好那請大家貼上你的精度 精度在下面 把它布置貼過來 好然後再把你的緯度 貼過了 好類似像這樣 好 好各位老師在點之後 你可以看到我們的秘密基地了 對 就這樣 就可以看到 好那這張地圖 大家可以說很多的故事 他可以用像 那地圖還可以顯示一些地形圖 我還有一些街道的 對不對 對 還有其他的顯示方式 那這個各位老師可能就比我還厲害了 然後甚至你也可以把那個小人一代錄 然後可以讓學生做一個 就是虛擬的這個 一個trip 我想這個各位老師可能的運動就比我更多 對 好那 那各位老師都ok吧 使用上沒問題 好 那其實我們本來想要開發功能 這麼簡單就好 結果有老師掉的更多 好 我們稍微看一下 所以其實在第二個積目 好 就是有的老師說 因為最近剛好 最近中央一直做競賽 那很多會做那個路線圖 譬如說他從我的公車經過哪些點 所以他要不同的色 表示不同的路線 那我們就先不要換色 我們選第三個 第三個是用夏拉斯選單 可以直接選你要標記的顏色 好那我們就不要紅色 標記黃色 好然後顯示在Google地圖 所以這裡的話就是 老師可能就是說 譬如說我們第一小隊全部用什麼顏色 第二小隊用什麼顏色 也是可以 所以蔡老師就很努力的幫我們做了一些這樣子 好 OK 那這是單點 單點其實應該不會滿足各位老師的需求 因為你想要看 小黑的那個狗屎地圖 一定是抓一堆點 所以他比較像的模式是我們這樣的模式 他會先在Google示範表 全部都把我們點的名稱 還有他的位置都拿好 之後再把它吃進來 好 那我們就從這個故事的脈絡在往下 好這樣老師OK嗎 可以喔 好來那我們接下來就回到剛剛我們的這個 那這個部分我們先那個 沒有沒有 回到剛剛那一支程式 因為我們故事還沒講嘛 對不對 好這一支程式 好那這一支程式是我們從這個宜蘭這邊的 那個宜蘭縣政府提供的開放資料 那找的像什麼樣子 就是他會提供那個經緯部 好像這樣一個詞詢 好所以他事實上有精度 也有緩度 也有名稱 好這些都很棒 好那接下來 要讓這些點顯示在Google地圖上 好來 那所以在這邊我們會用到Google Maps的過充功能 好所以稍微往前 這邊把它加起來 好老師先看蔡依晨做 等一下如果那個的話在那裡 好那他就沒有辦法用到上面 上面是單點 如果各位老師沒有10個點 20個點 要這樣一個一個去貼這些經緯度 是ok的 但是這個可能各位老師不會想到這樣做 所以比較多的方式是各位老師 會把資料用類似像Jason 去抓人家現成的 或者是等一下用我們講一下 用Google資料的方式去 好來那接下來 其實我們這樣一個節目就可以了 就是從資料 好我們來看一下 好我們再多一個設定名稱 然後這個拉上來 好來那我先講一下 我們用Jason的資料 那Jason有時候他的資料名稱跟我們不一樣 那蔡老師這邊有幾個已經寫死了 第一個就是名稱 好名稱這個欄位 那你想想看你名稱這個欄位 要對應你的資料的哪一個欄位 所以我們先看一下我們的資料 我們想要對應名稱這個欄位 好所以我們就是名稱 那精度跟尾度都一樣 那另外他還有一個叫備注 備注的話我們就放這個好不好 平日費率 好來那我們就麻煩蔡老師 好來各位老師我就一直停在這 就是因為我們資料的關係 好所以我們就放的是 我們的名稱的話就對應名稱 精度對精度 尾度對尾度 然後備注我們 對這個 好那有時候老師為什麼想要這樣 沒關係你先看一下 接下來呢我們把我們抓到的 Jason資料 然後我們要櫃給他 好來到這邊拉進去 這樣就可以了 這應該就沒問題 好我們先等各位老師一下 我們稍微消化一下 明確點確有點快 點確有點快 好我們先從Google 我們先從Jason資料抓了 像剛剛蔡老師顯示 用很多比93比的資料 好那接下來呢我會 就是設定它其實就跟 其實我們抓Google資料 抓Jason都是一樣的道理 好抓進來之後 我們先檢查它的欄文 那你一定要在Google資料表顯示 你一定要有精緒度 不然它沒什麼意思 那當然能夠變成是名稱跟類似 那可是有人的精緒度 不一定叫精緒度 那有的叫什麼LAT啊 什麼LNG啊 對類似的 好那我們是不是點擊一下 我來顯示一下 好那各位這裡就應該可以看到 90幾筆的資料 那這邊的話 右手邊是名稱 好可以看到 這就是90幾筆的資料 那每一筆點進去的話 就是會對應它的成 好那各位老師 這個我們有提供程式給大家 所以我們先來開箱 因為你們現在只看到蔡老師操作 就覺得欸 那我也想操作對不對 所以各位老師幫忙一下 我們先到檔案的地方 公主的電腦標選 好那我們到這個宜蘭停車場的部分 好那這是第幾個 好那這是第幾個 三個 好那各位老師不好意思 就麻煩讓我們開第三個檔案 好 03 好 像這樣就很快就可以寫出來 那基本上它就是分成兩個 第一個先讀取資料 第二個就是顯示在Google頁上 顯示在Google頁上 好那首先第一個資料吃進來之後 然後接下來再檢查來問移程 好去做一個對應 那這一支呢 但是它在背後的地方會顯示壁直 好那我們就 欸不用改 那老師 我們現在給大家大概30秒的時間 大家執行看看 所以先都往點擊讀取 好讀進來了 好讀進來之後再顯示 好各位老師看一下 我們基本上就是分開操作 因為讀取有時候沒有那種跨 所以如果各位老師讀取 馬上直接成是馬接的話 有時候它就沒有讀完就好掉 所以是很有理解 老師你可以試一下嗎 看一下這樣都可以嗎 好那如果各位老師想說 欸這個備注 備注就是出現在這 你可能要換欄位的話 像我剛剛是本來是什麼平日倍率 那現在這裡是改定級 那你也可以改了別的 好看一下老師這樣OK嗎 好看起來各位老師都還蠻OK的 好那像這種的話 我們可以做一些應用 做一些應用 好那剛剛我們是讀JSON JSON事實上是我們比較能夠 控制他的欄位移程 那其實我們也可以用Google試算表的部分 好那這裡的話 我看一下有沒有 我們可能沒有Google試算表的 我們大概都讀JSON 對不對 對 只有那個 哦 那個 等一下我們可以開那個 國中小微課程的部分 可以給各位老師示範一下 就是你的那個微課程 好這裡我們幫 問老師做一下示範 其實這一個 這一個部分是會建設到 國中的資料處理 好所以在下面這邊 國中的老師運教文課程裡面 有一個叫做 叫做新竹市普京 好那我們稍微連結一下 好那因為蔡老師在製作過程當中 應該有幫我們做了一個 一個連結分享 他在做資料處理的時候 好沒關係等下我看怎麼分享 每個各位老師 好 像這邊剛剛這邊有一個連結 下面這邊操作步驟這邊有連結 對對對 你要不要先不要看那邊 操作步驟這邊有一個分享連結 你等一下看怎麼給老師 好 好那我們先做一遍給各位老師看 好老師先看 好老師先看 就是你 這個是你自己做的 譬如說我是小黑老師 那我可能就叫同學去幫我 去找一些資料 那所以他們事實上是針對這個去做 你可以不用改 沒關係 這個不用改 OK 然後也跟這個去做一些共編 好譬如說小朋友找到這一點 然後叫什麼名稱 譬如說你可以讓他做早餐店 譬如說我們家附近有多少間早餐店 然後可能老師把他會定義好 那這可是因為要顯示在Google地圖上 所以精度尾度是很重要的 所以這位老師可以讓小朋友帶平板 或是手機去裝一些GIS的功能 然後這邊就把註記下來 幫我們填回去 好類似像這樣的狀況 好那這樣的狀況之後呢 我們就需要把這個資料讀進來 好然後再這樣 好那首先一樣我們先看一下 共用的連結 我們在這邊 好那目前的話 我們他其實的分享的模式就是 就是一般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我們是讀取 好那我就複製一下這個連結 我們就做給老師看一下 好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到 好那我們就開一個新的 把這個就可以關掉 對 這個我們有多 好那我們就開始了 再做另一個各位老師看一下 好那我們就開始了 再做另一個各位老師看一下 首先第一個跟剛剛有點不一樣 剛剛是吃Jason的合適 那現在我們要吃的是Google試算表 Google試算表 好那Google試算表之後 接下來就是我們要用取得 好所以各位老師我們先這樣 好那我們把剛剛的共用連結 幫我們貼上去 好那這裡的話 我們乾脆請蔡老師就是寫好一點 就是我們在那個事件的部分 幫我們寫一下 就是連結 對 那等一下我們把那個程式 放在那個雲端 雲端 雲端給老師 好那老師可以看一下 好那我們把這個已經改過了 好那 好那 趙老師這是第一步 對 他現在已經按下去了 那我們怎麼看有沒有連到 好所以我們就是在這個地方打勾 好所以他已經吃進來了 吃進來了 好接下來第二步 我們要顯示在Google地圖上 好那顯示在Google地圖上 在這邊的話 我們就代入Google地圖的 好那在這邊的話 我們也請蔡老師幫我們做一下那個事件 好 我們顯示在Google地圖 然後幫我們擋一下 好顯示在地圖上 好那我們回到地圖的功能 地圖 地圖的功能 好那各位老師在這邊 往下看 往下 好第一個就是設定名稱 各位老師幫我們拿出來 好那第二個從資料 對這邊 好那我們先在這邊 好那我們現在要去對名稱 對那我們先看一下現在那個的名稱 好這個這個名稱叫名稱 欸那這樣也沒什麼好改的 因為他剛剛被人家改掉 好那就那這樣 好那各位老師我們現在遇到一個完美結局對不對 那名稱那個 那這樣我們就不能什麼事都不用做 那我們再回來幹一下情勢 那你這一支層次 這個就不用了 因為他名稱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蔡老師這個就把它刪掉 這個就不用了 因為他的名稱就叫名稱 他的精度就叫精度 尾度就叫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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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算表去接那個 對如果是算表加尾度 對不對 對 那老師測一下 好 其實這個部分我覺得整個 間接的圖以上還蠻不錯的 那我想可能就像剛好跟邱老師 談的比較多應該就是 老師知道怎麼接的美感 好 阿美感知道之後就是看 各位老師如何來做利用 好 那各位老師可能再refresh一下 然後看看有沒有看到這支層次 然後大家測一下 我們給大家一點點時間測一下 我覺得我有點講得太快了 對嗎 有點快 讓大家測一下 好 他的程式很短 但是就可以把各位老師想要表達的 就可以表達去玩 這個蠻適合是說 你今天的資料 是自己 自己的Google試算表的資料 那當然哪個移稱 你要怎麼定都無所謂 那你們做自己 還可以 那蔡老師你有挑戰其他嗎 就是你的Google試算表 不是Google試算表 就是你的地圖照面可以顯示不同的圖示對不對 你再往下看一下下面這邊 你再下面 對 所以你這個的話 顏色也是可以嗎 對啊 顏色是可以的 好啊 那你現在要不要來一下 好 那我們就那個 蔡老師幫我們打一下顏色 那你的顏色是 怎麼樣的顏色 就是十六金位置顏色 顏色 顏色 好啊 那你來個色嗎 這個是白色嗎 或是黑色 全白白色 全白 那這個呢 黑色 對 好 我們讓那個蔡老師弄一下 這樣他比較知道我們民間疾苦 好 沒關係 那蔡老師我們就有幾種顏色就好了 那你把它就是黏衝一下 就好了 是有兩種顏色就可以了 就知道你的情形行不行 欸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你其他的部門 你幫我們點一下這些顏色 那我就隨便 對啊 隨便點一下 好 因為各位老師你現在用的這個資料表是 他是有所有權的 好 那各位老師您看一下他的程式碼 因為他現在又多加了一個欄位 叫顏色 所以他現在其實是名稱有 精度有 緩度有 顏色有 這個都有 那我們會稍微看一下 你可以幫我們點一下嗎 點一些點 好 這樣看得很清楚 你現在是用白色的 白色的這個就比較不行 變幻圍的色 不然就全部都用這個 這裡也可以 好 我們再試一次 好 好 那他再重新再做資料補取 然後再 好 那我們點擊一下 不會點好 沒有 沒有 你先確定一下你的顏色 你的顏色 你的顏色這是白色嗎 還是什麼色 還是什麼色 先看 對啊白色 白色 那你換個顏色 白色你看 你換個別的顏色 現在已經叫他多側了 萬一他撐不出來 他就回去再擋 這樣 好 那各位老師 你修改之後 要再重新補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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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測一下 那你測一下 那你只要有貼進去 你這個是有貼幾乾 他有貼幾乾 有貼幾乾 有貼幾乾 不能夠寫什麼 紅色、綠色、藍色嗎 好 試試看 因為我常常遇到 要人家問我 要問他最好的 沒有 第一個是什麼 獨 獨 獨欠 什麼的 所以這沒有 好 那就再麻煩蔡老師 回去再幫我們看一下 好 基本上他這邊的話 各位老師可以看一下 給這個打 打長 就是他這邊的話 是應該是能夠允許 我們有一些顏色的允許 好 那我也確認一下 那你測進來的時候 是測到紅色嗎 或是測到那個顏色色嗎 都有測到嗎 欸有 有測到 對對對 那其他的也有測到嗎 顏色的 好啊 那再麻煩一下 現在目前的話 就是紅色的部分 是就是綠色 所以是沒問題 好 那大概就這樣 好 跟各位老師稍微做一下 分享 好 好 那這樣 大家還可以嗎 好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接下來再往下走一點點 好 剛剛的資料裡面呢 我們有用到 Jason的部分 那接下來我們要稍微再往下走 好 那這裡的話 麻煩蔡老師先幫我們拍一下檔案 我們要是拍一下檔案 用檔案來說 好 我記得好像是重電腦標學 然後這邊的話 我們一樣也是宜蘭停車場的部分 好 那在這邊的話 我先看一下第二個 第二個 第二個層次 老師等我一下 我先看一下 好 然後 可以幫我稍微往下一點 好 各位老師請你幫我開第二支層次 好 這個我一直不大敢講 因為這個 這個的確是有一點 有點複雜 有點麻煩 好 各位老師你可能遇到一個狀況 就是他有時候不要全部 他只要針對某些 特定資料 材料形式 某些他不要 所以你事實上會對 不管是Jason 或是Google 失算表 做一個叫查詢的功能 比如說某個欄會有什麼 我才要 沒有就不要 這一次 好 那這一支程式事實上 處理的就是同樣的方式 好 那各位老師 我們稍微往上看一下 他的整個程式 如何提示什麼 好 那蔡老師我們看一下那個 就是這邊的部分 好 首先第一個 他會先讀取 停車場的資料 這個是大家都OK的 第二個部分 問使用者 你要查的位置在哪裡 好 譬如說他查宜蘭市 查羅東正 查什麼 呃 其他狀為 好 那接下來其實最難的就是查詢 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前面比較沒有問題的 好 第一個就是連結停車場的資料 好 那最後跟剛剛各位老師給大家的連結都是一樣的 好 所以他就讀進來了 讀進來之後這個各位老師也沒有問題 好 你詢問出入的所在地 然後呢 把這個所在地所詢問的答案把它存起來 好 好 所以我們先確認我們資料已經抓進來了 好 抓進來在這邊 好 各位老師可以稍微看一下 好 那第二步我們也來執行一下 好 好 那他問 好 那我們這邊就是打磨弄好 好 那這個位置的邊處也是磨弄 好 到這邊各位老師看一下 OK齁 可以 好 接下來就是很重複的查詢 好 查詢喔 其實整個在開發的過程有很多不同種的方法 那今天為了讓老師覺得很迷惑 所以我們真的只講一種方法就好了 那我們直接講第三種方法 好 第三種方法在這邊 那我們稍微打開一點 好 好 我們把這個拉下來 這個拉下來這樣就好了 好 我們先看一下這裡 好 那蔡老師我們這邊還是要給他獨夠的空間就好 這邊這邊你不要切一點 好 拉過去 好 來 各位老師看一下喔 好 當然這個是後續他把它刪就是存到這裡 那我們先看一下 好 這裡第一個鞭炮設為1 這個是最高後面要去爬的 所以其實這個也就不用管 真正就是這一行 來 我們把這一行稍微分離一下 好 來 各位老師假設喔 我們剛剛看那麼多的資料 那裡面我們只需要查詢 就是在地址這個地方有羅東 這樣就好 把所有的資料丟給我 我要怎麼做 好 那所以我請蔡老師稍微往下滑一點 往下滑一點 我們來寫下這個程式嘛 好 剛剛我們已經讀了一個資料 所有的資料會在同下 放在這個叫做讀取的Jason資料裡 會全部在這裡 對不對 好 那我要針對他 把所有符合羅東的都幫我撈出來 好 所以在這邊的話 各位老師你幫我看一下查詢 好 你先找一下位子 查詢的第一支 好 先幫我拿出來 OK 對 老師先找一下位子 不一定要寫的關係 好 好 到這裡 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這裡 他問我們什麼問題 第一個 你要查詢的資料 你要把這些資料丟給他 所以請你幫我把讀取的Jason資料給他 好 這已經完成了第一步 他只有三個格子 好 第二步 欄位名稱 好 那這裡的話我們會針對地址的部分去找 他如果地址裡面包含羅東 我們就要讓他突出 對不對 好 那蔡老師先不急 這個地址不是我說的算 是誰說的算 是我們的資料說的算 所以你要回頭看一下你的資料 欸 你在等資料 資料 資料 欸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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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老師 我們要看我們讀取的Jason資料裡面的資料 然後 所以 好 蔡老師又知道我 印卡 好 沒事 好 這個是他所有的讀取資料 那其中有一個的欄位名稱叫地址 可能有些不叫地址 有些叫AR 有些叫ADDRESS 什麼的 所以你要注意他的欄位名稱 剛好按欄位名稱叫地址 好 謝謝蔡老師 好 那我這邊的話就叫地址 好 那包含什麼特定的值 我們先寫死的 好 因為我們一般來講是應該使用者告訴我們 我們就查詢什麼值 那我們這邊先把他手動修錄叫羅東 好 好 先這樣 好 來 各位老師我們就在這裡 好 所以這裡他基本上就是針對我們所有找到的資料 裡面呢 他會去爬 所以我的地址欄位裡面有羅東的要整個把我們撈出來 各位老師我們就直接點擊就好 好 來 各位老師你看一下 大概你查的資料對不對 好 這邊羅東 好 好 應該都是 對 對 這樣 這樣可以吧 欸這就是查詢 就是查詢 好 好 好 那 那 假設這些資料 又要顯示在地圖上 嗯 好 那老師我們是故意的 蔡老師已經當機了 來吧 我們Google地圖應該已經在這了 好 好 好 來 那因為這個是一個天照地色的部分 因為 蔡老師幫我們點一下 點一下查詢資料這一個 好 他 他 他 有名稱 他有精度 有穩度 事實上我不用再去調任何 這樣比較麻煩的就是我的背注對不對 背注要叫什麼 那我背注就放地址好了 好 那所以蔡老師這邊就是把設定的這個部分 名稱對名稱 精度對精度 尾度對尾度 尾度對尾度 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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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那我們把我們的 對 這一圈給打 看一下老師感覺會不會有點不舒服 很大 很大 就是因為這裡已經是被我們查出過 那我們在整個城市裡面是用變數去存它 存它 好 那就執行一下 好 所以各位老師等一下看了所有的都是在活動的 怎麼知道就是點這些停車場 然後看一下定指示在活動都沒點 好 各位老師 這個部分大概很難我今天上一次大家就那個 就那個 我自己也是教了很多遍 每次都學到新東西 所以就是 老師可以嘗試 過程一定可能會有一些 然後再跟我們那個互動 那其實剛剛也很好 我們剛剛跟蔡老師的過程 他又可能有一些需要更動 對 好 那先看一下老師到現在算還舒服嗎 可以 就好像很舒服的樣子 好 那就OK了 好 那我們來講一個真正的大數大資料 好 那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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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子我們要講的是那個 現在很多都有那個U-bike 那U-bike的話其實 政府有開放一些叫做其實資料查詢 你可以馬上知道這個U-bike占領有沒有車 好 那這個好處是說很多人 我是不知道啊 像在都會區很多時候是去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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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bike 所以他們可能到那時候下課所有學生就都把U-bike給騎走了 好 那這個U-bike我們確定會不會讓各位老師大急喔 因為他這個資料實在是太大了 好 所以蔡老師先不要急著急著現在也會執行 好 你可以幫我先摳一下這裡 我們先讓老師看一下這個資料 等一下 那個老師先幫我們載入這一支程式好不好 就是程式先跟老師講位置在哪裡 好 到檔案的地方 從你的電腦標選 然後這邊我們到這個台北市自行車U-bike 老師都很安心 好 那這個部分在蔡老師在休息的過程 老師讓他找的過程 我們是不是先跟老師講 像這種資料要從哪裡找 資料要從哪裡找 所以我們可能要去做一些像開放資料的查詢 然後蔡老師說這邊可能有附 他可能要在比較下面的地方 最後一個按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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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這邊的話 臺北市有提供像這個 所以我請蔡老師把這個網址幫我們打開來 好 那各位老師您也可以是用Google的方式去做搜尋 那這邊的話可以看到像台北市新北市都有把他們的U-bike的即時資料 這個是最貴的 即時資料就是他現在是持續在做更新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是每一分鐘就更新的 對不一樣 所以這個是活生生的 不會像我們的宜蘭 宜蘭停車場可能一兩年才更新一次 好 那這裡的話 你可以發覺這邊就有一點比較不順了 因為他都用英文來用他的南部的名稱 不像我們剛剛都什麼地質、精度、穩度 他也有精度 他也有穩度 但是他是用英文 好 所以這個稍微放大一點點 放大一點點 好 那他的地質 是用這個AR 找一下 AR 這是連辦地質 好 那這裡的話 可能有一些 大家比較關注的 就是我現在去的那個場站 那個場站有沒有車 那這邊的話也有一個叫做SBI 場站目前 那個第一行 最後 場站目前 車輛數量 好這個是我們關係的 好 所以很重要就是 各位老師拿到太棒資料的時候 大概就是兩位要稍微知道他的名稱 所以 可能像站場的中文名稱 然後還有他的這個目前場站的名稱 還有精度、穩度、可能地質 這些可能是我們等一下用到的 因為我們等一下可能問他 在某個路上面的站有哪些 然後目前甚至開車 好 那你可以去看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這裡 叫資料集合數 好 這裡往下移 好 這邊的話就有一個連接的 連接的這個JSON 好 那這裡的話 剛剛蔡老師有把它佈置下來 把它貼上去 我們這裡 非常多的資料 非常多的資料 那你可以看到他相互全更新的時間 大概是11點37分左右 11點 嗯 這邊應該是40幾分對不對 對 45分 所以這資料是很新的 好 像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開始我們的程式輸出 好 這個非常簡單 其實就是 只是換資料庫而已 那各位老師 有歡迎大家參加我們的比賽 你可以看花蓮的 畫花蓮 你可以去找一下 好 首先第一步他先抓你這什麼資料 好 那抓完這個資料之後 他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做查詢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 所有的資料查詢 地址欄位 包含復興難度 那你也可以改成忠孝東 你也可以改成什麼路 你都被自己幹 好 他把所有的資料都抓進來了 好 那穿進來之後 他把它存在一個變速膠資料裡面 好 當然我們剛剛是沒有存成變速 你可以把它存在變速 後面的程式會比較乾淨 好 接下來就是欄位的名稱對應 好 這個是站點的名稱叫SNA 精度 緯度 各自都有它的名稱對應 然後這個的話 是目前現在存在有的車量數 好 那現在接下來要顯示的話 就要把這資料讓它吃進去 好 那我們就一步一步開始做吧 好 先做第一步 點擊 好 點擊完之後再做第二步 把資料撕一下 好 這裡你可以稍微看一下變速 這邊有沒有把資料撕進來喔 沒關係 沒問題 大概就撕進來了 我不太敢開那個Jayson的那個選舉的資料 因為它的資料太多 然後這個的話就相對比較少 好 來接下來我們就執行第三步 好 那各位老師知道這個復興難度 就直直一點 然後再按一點這個站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它的聖明的那個 U-Bike的數量 對 好 那這個的話還蠻適合 就是 小朋友可以做像這樣 大家就是 我們可能要看花里 這邊有沒有什麼交通相關的資訊 然後可以把它整合進來 那 如果垃圾車有沒有的話 其實也是可以做 欸 就是你可以用程式refresh 然後看一下垃圾車現在目前在的經緯度 然後小朋友就可以看這個地圖 然後就知道 欸 到哪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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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老師 時文卑士 歲月無數 好像我們就已經講得差不多 看一下老師有什麼問題 然後 就是的話 你各位老師能夠參與我們的競賽 就是 可能各位老師有空的話 可以看一下這個開放資料期的部分 那我們是偷偷看一下那個 那個政府開放資料的部分 我們看一下花里有沒有什麼題目可以做 現在就可以請老師幫我回去想一想 然後可以參加一下 就是看一下政府的開放資料 好 像我們在維克城裡面是有做新竹的古蹟啦 就是把古蹟的地點然後mark上去 那這邊幫我們打花里 好 好 那稍微往下一點 好 花里的資料有不少嗎 你可以 看上面一下 可以隨便 對 還蠻多的 但是不一定有Jason的資料 所以可能稍微往下一點 你再做Jason的重複的查詢 好 那就請蔡老師再回到上一步 對 回到上一步 然後往下看 你看一下他的資料合適 你看一下他的資料合適 他如Jason有112的 好 所以可以看一下 欸這個也不錯 他這裡的話就有一些佔領的資料 然後看一下還有什麼其他的 好 那這是一種搜尋的方式啊 那我們也可以拿什麼花蓮停車場 或歡迎古蹟試試看嗎 一定有喔 好 那各位老師就歡迎大家可以查囉 好 那之前有 我們有一位老師做的是那個 那時候是做清零共跑 然後他那時候是針對那個老人家要去換那個假牙 假牙 那假牙的話都會有那個 有些診所是配合的 好 所以他可以去抓那個資料 那那個資料 事實上是沒有辦法跟Google Map去接的 但是他會提供地址 所以他就是說 譬如說他們家住在某個地點附近 好 然後他就是針對地址這個欄會去查 最後他是把資料附在那個表 那個應該怎麼講清單上面 就是有點像那個鎮店的地方 就跟老人家講 欸 這幾家診所是有提供那個換牙牙的服務 像這樣子 這個也還蠻好的 不一定是在Google Map上呈現 好 那這個這邊有麻煩各位老師 然後比賽也麻煩各位老師參加 然後 另外就是我們上次有跟老師說 就是如果哥老師有需要像 我們上次上的AI課程 或是開放這套課程 如果有需要我們到學校去做一些小朋友的課程 我們也可以去做 類似像就是說 譬如說你有一節課 然後我們就來上一個簡單的AI應用案 你可以跟邱老師聯絡 然後他就跟我們講 對 那我們 我們 最近的話是有好像國中的部分 像有跟有跟資訊老師 他就可能就是這個部分他想要介紹 他就叫我們過去 然後這樣也很好 對 好 那我想今天練習就到這邊 好 那就謝謝各位老師 那大家辛苦 謝謝 謝謝 主席 主席 各位老師 還有沒有 主席 各位老師 我想 因為國中小的科技教育非常的重要 然後重點是我們現在我個人是比較希望那個技術的層面能夠降到最低 但是要把後續的科技的思考 包括你怎麼使用面穿思維 好像剛剛老師講了很多的重點 他跟你說如果我們要接大數據 第一步要做什麼事 要先把資料不連接 對不對 然後第二步才去抓資料 第三步才去做你要做的事情 所以這很明顯的就是一個點算法的順序的問題 你就可以在上課的時候把這個部分再特別強調一下 告訴小朋友我們做的事情要有一些順序 有時候是要有順序的 按照這個順序才能解決問題 你如果有帶到這個部分 就會把你上課所要傳達的那個運算思維裡面的點算法 這一件事情給讓他學會 然後可以套用到生活上 那OSEP 這個我們社群發展的這個東西 他把很麻煩的技術的部分把它降到最低了 所以大家在用這個在叫小朋友的時候是很好的工具 那希望大家多多使用 那今天所有的課程我都有做錄影 那事後會剪輯放到網路上 那各位去做復習 那剛剛老師有講 我需要那個學校服務的 去介紹這些新東西的 那你歡迎跟我們參選 然後就是剛剛老師在前面demo 其實就是有一個網站 國中小資訊教育為課程 國中小資訊教育為課程 這個網站 因為我早期很抱怨的那個教育部就是 那你收了那麼多教材課程 你都不知道告訴我們放在哪裡 所以老師都不知道要去哪裡找課程 現在有這個網站 國中小資訊教育為課程 那所以各位國中小老師 如果您看說不知道叫什麼 就把網站打開 裡面就有國中小可以上個所有課程 那就感謝各位今天的參與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我們國光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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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客人 Fin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